曾听说穿红色袈裟是不如法的 但为何有许多法式 甚至有名望的蒋经法式都是这样穿的 难道他们不知这不符合经典的指示吗 这个世尊在世 跟戒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 出家人穿的衣服叫袈裟 袈裟是什么意思 袈裟是杂染 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 这个资源非常缺乏相当不容易 布皮很不容易得到 所以出家人穿的衣服呢 多半都是叫粪扫衣 就是人家穿破的 丢掉不要的 出家人把它捡起来 捡起来看着还可以用的 就把它捡下来 一块一块地捡下来 把它缝成一件衣 那么当然你就晓得 质料不一样 颜色也不一样 穿起来就很难看 所以缝制之后 再把它染色 染成咖啡色 这个叫袈裟 这个颜色呢 就是这个红黄蓝的绿的 杂色染成 这样子染成 所以叫染色 这个袈裟就是杂染的意思 出去脱拨 那个饭也叫做袈裟 为什么 它不是一家人供养的 通常脱七家 七家的饭菜都不一样 放在你一个碗里面 所以吃的叫袈裟 穿的也叫袈裟 佛这种制度 就叫我们这样不知主 叫我们真正放下 放下放下 一切呢 随语言不叛语 所以决定不穿了 这个正色衣 什么是正色呢 红黄蓝白黑 这个五色叫正色 所以佛穿的衣服 是这五种颜色 染成一种颜色 染色 是这样的 当然现在社会和重情不一样 现在这个科技发达 机械的发达 这个纺织业的完全机械化 生产的成本低 生产的量高了 提的太高了 现在人穿衣 没有再穿那个 一块一块剪下来缝起来 没有了 绝对看不到了 那么出家人穿这个衣 实在讲呢 都不应该 为什么呢 好好一块布皮 要把它剪碎 再把它缝起来 这个就 已经就失去了意义了 这这糟蹋就是做多事吗 是人家说没有吧 所以但是我们最好呢 还是避免震慎 避免震慎 这是正常的 为什么呢 这个中国有一些法师 穿红色的 香的这个金色兵 甚至每一个个子里面 还修的有佛像 这个是从前 帝王尊重佛教 对于这个被封为过世的 皇上常常要送礼物 就送这一件衣 那个颜色是皇上做的 要送给他的 是一种礼物 也表示一种尊重 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得 在这个重大典礼的里面 可以用 那么在过去 通常一个法会 只有一个住持后尚 他穿这个红色的 其他的没有 那么过去 都半都是帝王所赐 所以赐加上 自己也不做 皇上赐的是要接受 这是国家的 等于说是奖励保养 像一般人受勋一样 寻章一样 特有这个意思 我们自己要懂得 自己要懂得 不是这个国家重大典礼的时候 我们不用 所以平常还是遵照 戒律里面规定的这样子好 这样比较如法 那么自己也要低调一点 总是有好处 养自己的沉浸千和 处处谦虚 处处低调 就好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